如果你们喜欢吃素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我们的零炖柔臭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更加好 大家好 我是甘 我们要如何预防得到心脏病 或者是中风呢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只需要常吃 我们常吃的一粒鸡蛋 然后酱油 还有醋 有些人说鸡蛋 我们需要吃的鸡蛋 通常都是一天要吃两粒 像其实对我来讲 我的看法 我们东西吃的越多 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 可能会反效果 那么 最好呢 就是说 你可能 不需要每天都吃鸡蛋 你只是 需要隔差不多两天 吃一吃鸡蛋 而且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只是想吃蛋白 不想吃蛋黄 因为怕会 那个鸡蛋里头呢 蛋黄会有胆固醇 对我们身体不好 但其实 我们的 饮食方面呢 除少油少盐 并不代表少辣 少甜 并不代表说 你不能吃 这些东西 只是说 你吃的分量比较少 然后 尽量不要吃的太多 如果你完全不吃这些东西的话 糖啊 盐啊 油啊 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符合不了的 因为 我们身体 就需要有很多样的成分 加在一起 所以 我们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身体才能够操作 然后 才能够 保护 保护我们的健康 我们怎么吃呢 就是很简单 当你煮了 当你煮了 一粒鸡蛋之后呢 这个是 还没煮过的 如果你煮过了之后呢 它就是 整粒一粒鸡蛋是白色的 那么 当你煮了之后呢 整 大概是 五分钟到八分钟吧 你就 弄好了 你就弄起来 它就是整粒白色的 然后呢 你就放在一个 盆 一个碗 然后 这是我做一个例子 然后你就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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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 酱油 不需要很多 大概是 两三滴 四五滴 就OK了 就好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老醋了 你 黑醋 或者是白醋 都可以 都可以 或者是 最好 我建议是 用黑醋 如果你们喜欢吃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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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试试看我们的领寸 柔醋 它的效果会更加好 然后 这样子呢 你就大概 两天吃一次 那么呢 就会避免 我们可能得到心脏病或者是中风 这种状况出现 如果你说 当然只是想吃鸡蛋 不要吃酱油 或者是老醋 那个 那个醋 黑醋 啊 我的建议是 最好就是 酱油 跟鸡蛋 如果那个醋 你想 你喜欢吃的话 你就你就放 如果不喜欢的话 你就不要放 为什么呢 因为 单单只是鸡蛋的话 其实 啊 对我们的 心脏啊 我们的 身体啊 没有什么 是没有很大的帮助 它 还是需要有一些 啊 酱油的 一些成分 啊 帮助我们的 让我们的身体 比较能够啊 吸收当中的营养 然后 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操作 这个是我自己本身有体验的 有体会到的 因为之前 啊 就是没有什么 吃鸡蛋的 跟酱油的时候呢 啊 会觉得 比较没有 身体比较不 不太舒服 然后 现在呢 大概 每 两 两天 啊 吃一次呢 一粒一粒鸡蛋呢 跟那个 啊 酱油还有那个 那个 因为我喜欢吃 吃 醋嘛 啊 是能吃的醋啦 不是那种吃醋的醋 啊 那么我就放 啊 鸡蛋 酱油 跟醋 哦 那么我就这样子吃 吃了过后呢 就觉得还还不错 如果说 你们啊 可能有中风的人 或者已经有心脏病的人 你们可以 啊 可能 你们可以吃一些啦 或者问一下你的医生 但是 啊 如果 不能的话 你们就吃半粒咯 啊 半粒鸡蛋 然后 啊 酱油咯 但是 啊 我有吃过 我试过吃了半粒鸡蛋 但是啊 效果 也不是那么好 那么 所以我就 就 尽量大概两天 就吃一次 鸡蛋 啊 蒸 啊 煮熟的鸡蛋 啊 不是不是煎的鸡蛋 煮熟的鸡蛋 跟醬油 啊 跟那个醋 这样的方式呢 对于我们的身体呢 就可能有 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至少 不会 呃 我们比较健康吧 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 今天的话题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看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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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谢谢大家